下面再来关注昨天凌晨发生在黑龙江加木斯的运煤车和列车相撞事故 那么根据当地公安民警介绍说 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货车司机下车将已经封闭的道口安全杆抬起 强行通过道口造成了悲剧的发生 目前货车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 这一区域的列车通行也已经恢复 24号的凌晨2点35分左右 在黑龙江隋家县香兰站至汤圆站间311公里598米处的道口 一辆运煤的卡车抢阅道口 与哈尔滨开网双崖山的41374旅客列车相撞 事故造成了一名火车司机遇难 有两名火车司机受伤 在列车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 火车的车头受损严重 造成了8名旅客因为碰撞受轻伤 其中有3名旅客已经在加木斯站下车 并且送往医院救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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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